第1260集 一步 两步 三步 叶辰不断地前行 疯狂地枪翼飞射而来 叶辰全身的魔气 护住他的肉身 抬起手 动用血魔剑挥斩出去 枪翼和剑翼 弥漫在空气之中 在远处的魔地并没有插手 只是静静地看着 他相信叶辰绝对能够成功 毕竟叶辰的天赋远超过他 这一刻仿佛变成 枪翼和剑翼的交锋 叶辰的脸颊上面 看不出任何的变化 每走一步都是极其的艰难 但是他没有放弃 内心里面也没有任何退缩的意思 两者之间的交锋 时间持续一个时辰 叶辰也不过勉强地 走出一百步 不过他距离 诸天神魔枪越来越近 每一步都是异常艰难 但是却坚定无比 叶辰能够一步步走到今天 完全就是依靠不屈的意志 终于越来越靠近 诸天神魔枪 他伸出了手 此刻叶辰的双手伤痕累累 在准备握住 诸天神魔枪的时候 诸天神魔枪突然爆发出 恐怖的气息 叶辰见到这一幕 雪魔剑滔天的魔气和剑翼 爆发出来 抗衡诸天神魔枪 伸出手臂 张开手 叶辰直接握在 诸天神魔枪的枪身上面 在这一刻 他周围的画面彻底变化 叶辰看到一个人 屹立在虚空之中 他的手中握紧的正是 诸天神魔枪 只不过 不知为何 叶辰看不清对方的脸 这名强者面对的敌人 实在太多 而且任何一名敌人 爆发出来的气息 都能够瞬间秒杀叶辰 然而手持 诸天神魔枪的强者 脸颊之中 连一丝一毫的胆怯都没有 甚至还有一丝狂傲的神色 他手中的诸天神魔枪 一枪点出去 仿佛拥有毁天灭地的气势 一枪 整个天空都被戳开了一个窟窿 无数的强者陨落 手持诸天神魔枪的强者 每一枪都带着莫大的威能 不知道战斗了多久 整个世界都天昏地暗 也不知道多少敌人被一枪出爆 敌人不断地陨落 但是手持诸天神魔枪的强者 逐渐坚持不住 毕竟敌人实在太多了 仿佛杀不完一般 他坚持到最后一步 在他快要陨落的时候 把手中的诸天神魔枪扔了出去 臣服我 将来我能够为你的前主人报仇 叶辰一双眼毛盯着诸天神魔枪 能够一枪戳爆封门强者 绝对是灵武大陆顶级的存在 尽管如此 叶辰也没有任何的胆怯 早晚有一天 他要超越此人 你实力太弱了 这时 传来诸天神魔枪的声音 在他的眼里 叶辰的境界 恐怕连一个蝼蚁都算不上 叶辰不朽神体 不朽剑意 魔躯神血 更金之气 六条神王道展现出来 周围的气息 直横交错 仿佛昏天暗地 我现在虽然弱小 但是以后谁又能说得准 叶辰看着诸天神魔枪 等待他的答复 也不知道过去多久 一股炽热之感传遍手心 仿佛千度高温 叶辰的手都要融化 考验 叶辰冷哼一声 运转神魔轮回绝 周身魔气涌动 不光如此 叶辰的赤尘神脉彻底激活 极强的防御彻底开启 无惧 然而 还没有停止 诸天神魔枪中 钻出了无尽王魂 向着叶辰席卷而来 叶辰脸色微变 运转轮回血脉的赤尘神脉 耗费灵力极其巨大 而现在 若是要对抗这无数王魂显然够呛 该怎么办呢 就在叶辰思索之时 一道黑芒冲出体内 九幽试天枪 九幽试天枪竟然吸收了周围的一切魔器 然后 一枪刺入诸天神魔枪 两道璀璨的光芒在融合 这是 九幽试天枪 要和诸天神魔枪融合 叶辰无比诧异 离开昆仑须之后 叶辰便很少动用九幽试天枪 一方面 是因为九幽试天枪等级太低了 面对灵武大陆的强者不够用 另一方面 九幽试天枪充斥着太多秘密 他至今都无法理解 为什么会从枪中幻象看到自己呢 而现在 九幽试天枪竟然要借助 诸天神魔枪获取新生 光芒涌动 整个世界宛如白昼 又宛如阴阳交错之时 并且 叶辰发现那魔器汇聚的力量 竟然一部分涌入了血魔剑 血魔剑甚至修复了几分 这 到底该如何解释呢 当光芒消散之时 诸天神魔枪传来嗡嗡的声音 从墙壁之中脱落 叶辰看到这一幕大喜 很明显 诸天神魔枪已经认可他 要不然也不会从墙壁里面出来 叶辰手握诸天神魔枪和血魔剑 枪翼剑翼不断的喷涌而出 魔帝在一旁欣慰地看了一眼 随后整个人的身影来到叶辰身边 既然你已经得到诸天神魔枪 便证明你有资格掌控魔道 此枪来历非凡 让我意外的是 你的那把枪竟然能够夺射 这如此强大的诸天神魔枪 看来有些事情没那么简单 还有 这诸天神魔枪中自带三枪之一 你好好感悟 并且任何见到这诸天神魔枪的人 都要死 若是被有心人发现这个秘密 你会有杀身之祸 明白吗 在乾坤杀玉使用不要紧 但是到了外面 亦或者去了神火学院 不到关键时刻万万不能动用 最后 野辰 若有一天你有机会 为我去一趟魔狱可好 魔狱凶险 但毕竟是我执掌之地 你若想对抗神国 杀宗的力量不够用 魔狱是最佳选择 当然我也有私心 那里有我的恩怨 有我的亲人 有些因果 我也该出面问问 好了 我不能在外界待太久 如果不是这九幽之海 魔器丰盛 恐怕我也无法帮你 摩地话音一落 便汇聚为滚滚魔器 钻入了夜辰的眉心 夜辰轻微点头 眼睛有些红润 魔狱对他太好了 他不是轮回目的的大能 没有必要帮助自己 但是每一次 魔狱都无比认真 夜辰看着 诸天神魔枪和血魔剑 嘴角喃喃低语 终有一天 我会带领你们 展出一个盛世 属于夜辰的盛世 拿到诸天神魔枪 夜辰准备离开 继继续待在九幽之海 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 现在的他 魔躯已成 更有诸天神魔枪 接下来的事情 宝仇 当初魂殿强者 让他跳入悬崖 虽然获得大机缘 不过魂殿这笔账 也要清算一下 有些事该还的 跑不掉 夜辰并没有马上离开 决定领悟一下 脑海里面的诸天三枪 这是来自 诸天神魔枪的传承 虽然只有三枪 但是毁天灭地 依靠夜辰目前 现在的境界 也能够勉强发挥两枪 并且第二枪 夜辰现在的灵力 只能施展一部分威力 至于想要发挥出来 第二枪真正威力的话 恐怕不是这么容易 至少也要达到 造化境才有可能 又过了一天 夜辰从九幽之海 在海中醒过来 整个人飞向悬崖之上 他来到悬崖上面 看了一眼上古战场之前的宫殿 恐怕魂殿强者还在宫殿里面 这群人的肉体 没有自己强悍 根本不可能恢复得如此之快 现在自己有了魔区 又有了诸天神魔枪 这些还为缓过来的魂殿强者 足以一战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夜辰报仇只争朝夕 现在他就要解决掉魂殿强者 立即朝着宫殿飞去 在距离宫殿只剩下三百米的时候 出现了五个人影 这五个人影正好是魂殿强者 他们察觉到气息 才过来查看一下 谁知道 竟然是夜辰 他们一副活见鬼的眼神 夜辰竟然从九幽之海里面 活着走出来了 这是什么情况 他们五名星翘镜的强者 直接懵逼了 夜辰到底是怎么活着出来的呢 现在他们五个人 还有一些伤势美好 然而再看夜辰 一点事情没有 这怎么可能 当初夜辰的伤势 可是比他们还要严重 哪怕不死的话 没有两年的时间 基本上恢复不了 他们满脑子里面都是疑问 唯一的解释 只能够说明夜辰获得了机缘 要不然的话 根本不可能 一想到这里 他们的眼神逐渐变得凝重起来 当初夜辰一个人 就把他们打成重伤 现在获得机缘 明显是来报仇的 夜辰虽然有的时候会疯狂 但是绝对不是一个莽撞之人 肯定有一些把握 一想到这里 他们内心里面有些慌乱了 现在到底是站还是跑呢 身为核道镜 能让星翘镜想着逃跑的人 恐怕也只有夜辰一人 五名星翘镜六层天的强者 各自拿出武器 决定全力一战 若是真的看到夜辰 连打都不打就逃跑 他们还有什么脸面 说自己是心翘镜的强者 让别人知道的话 实在太丢人了 他们丢不起这个人 夜辰嘴角流露出一丝邪笑 血魔剑和诸天神魔枪 各自握在手中 当魂殿强者看到 诸天神魔枪的时候 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不凡 绝对超越时空之兵的存在 甚至可能是神器 哪怕说是真神器 他们也相信 一想到这里 他们内心里面都有些忌妒 夜辰凭什么能够获得如此宝物 杀 五名心翘镜强者 先下手为强 五道鬼魅一般的身影 骤然之间 冲了过去